漢光三十八號演習將會在下個星期登場 今天上午是在臺北港 進行了空中全兵力運演 陸軍航特部出動了黑鷹 還有阿帕契攻擊直升機 而蘇澳軍港則是有多艘軍艦 是陸續的出港 來搭配空軍戰機在太平洋預演 黑鷹直升機擔任假象敵 模擬共軍武裝直升機犯臺 試圖執行機將登陸 奪取臺北港的港務大樓 五方出動阿帕契攻擊直升機 用火力反制 漢光三十八號演習下週登場 二十一號空中全兵力預演 針對共軍攻打北臺灣 首要目標可能鎖定臺北港 展開水面空中立體登陸 考驗國軍面對多點 同時攻擊的應付能力 現在攻擊軍它的整體的海空 三七立體登陸的作業能力上 已經大幅的躍進 所以它這一次演習的模擬的情況 是比較貼近現在攻擊軍真實的 這樣一個攻擊能力 另外海軍派禮籍的鳳陽艦 上午也從蘇澳軍港出海 將在蘇花外海預演大規模 海空聯合作戰 國軍也持續後置國防自主 國造武器有望在漢光演習 一大放異彩 記者剛剛實際操作 營造最新的T75K3手槍 有效射程達五十公尺 軍備局第二零五場最新生產的T75K3手槍 達成全槍減重性能提升 強化射擊穩定性 第一階段以撥交國軍一萬零四十把 第二階段由憲兵統建 採購一萬五千多把 預計一百十四年全數撥交 不只如此 還有最新T108狙擊槍 有效射程達一千公尺 採取五階段可伸縮式槍托 操作更順手 持續交付陸軍海軍陸戰隊 軍備局第二零五場是國軍 清兵器 彈藥 活炸藥的唯一 致工來源 也透露正在研發下一代步槍 將美軍步槍納為參考 研發方向會符合世界趨勢 記者黃子杰 陳信榮林志堅 新北高雄報導